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光榮建業 很多泳等、很多粉絲 一窩蜂就來了 令自己都頗忙碌 荃灣大河到這裏欺來讓往 主要賣文房四寶、書畫圖章的遊言堂 不經不覺在荃灣已經有58年的歷史 而老闆只是被文壇形容是 書畫如字、字不如印章的 蒜克名家盧榮基 遊言堂本身已經在上月29日結業 不過因為太多客人把握 最後機會來幫襯 所以就算來到3月 盧榮基幾乎每天都要回來店鋪 交貨給訂做了圖章的顧客 令到遊言堂好像延期結業一樣 多了很多訂單 但是很多親朋戚友 想挑印章來留念 所以生意特別好 盧榮基的爸爸是竹黑名家盧漢萍 他自小被環境分圖 之後跟了爸爸學習孫刻記法 之後他再撕除書畫孫刻名家陳宇珊等人進修 盧榮基都不時開班教書法 而藝人馬德忠也是他的高徒 而如果要在他所學的記藝中選擇 盧榮基就說孫刻是他的最愛 雖然印章是一小方印 丁方之間 但是天地很廣闊 還有各類字形可以配合在印章上 變化大很多 還有夜晚寧靜的時間 黑人 黑人過石的地方 有些清音快速 很多音樂 有音符 有高低之分 所以我特別喜歡全黑 而長時間的工作 令對身體出現大小毛病 令到盧榮基不得不結束他的不生心血 不過他就說即使退休都不代表封筆 他未來會繼續開班壽圖推廣書法 希望將技藝文化傳承下去